20岁到30岁的时候 跟一个好老板 加入好单位 缺点东西很重要 30岁到40岁的时候 要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40岁到50岁的时候 一定要做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别40岁到50岁 还傻乎去转个行 转行会不会成功 会成功 失败的概率太大 50岁到60岁的时候 把所有的精力培养年轻人 60岁以后 画在自己孙子身上就行了 回到家里多待待 70岁以后晒晒太阳 沙滩上走走有机会的话 没机会村里转转也挺好 所以我觉得人生 把这些东西基本概率 规划画画好 我们做人就那么贵事情